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的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内心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优化一乐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今天上帝饶恕我们的罪过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甚至很多人以为我没什么错呀 这就是最严重的问题 我们心里有罪恶的 我们内心是有产生的罪恶 我们身体肉体上就已经带着罪恶了 而且在这世上 我们应当是给别人带来益处 我们要为他人的利益而活 而在现实生活中我有这样生活吗 比如说有些人不喜欢我 是因为我没有给他带来益处 而我们自己却意识不到自己犯罪了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的 上帝要把这好的祝福全给我们 而我的罪恶挡住了这一切的祝福啊 我犯罪了 我的祖祖上上也犯罪了 而我们自己却认识不到自己的罪 也不肯认罪悔改 今天我的师母责备我了 我的师母说 牧师啊 您怎么这样的强调呼喊阿门呢 我的回答就是阿门 我屏幕说为什么强调大家呼喊阿门啊 就比如说 父母和儿女之间关系很好的时候呢 妈妈喊一声孩子 孩子就说哎 但是关系不好的时候 爸爸妈妈喊孩子的名字 孩子都不回答 都不愿意回应 那这时候父母很伤心的呀 上帝是比父母更加的爱我们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大声呼喊阿门 是为了荣耀上帝 赞美上帝 称颂上帝啊 是发自内心的呼喊阿门 是承认上帝的话语 下定决心遵守上帝的话语啊 那我的师母今天责备我 听了责备的声音 我就要大声的呼喊阿门啊 因为这也是为了我好啊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的 我平安牧师经常就求告主 主啊我应该怎么打比方 能让信徒们听得明白一些 能够领会一些呢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打比方 就是比如说养豆芽的时候 这个豆子放在一个筐里 每天给它浇水 它不想长也会成长起来 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 只要认罪悔改就能成长啊 我们每天每天听上帝的话语 这上帝的话语是活泼的 是永生的生命 是能进入到我的心灵 医治我改正我的 那有些信徒就说 牧师啊那您为什么 有时候经常责备我们呢 比如说我们骑马的时候 我们会打这匹马 为的是让这匹马跑得更快一些 大家都希望得福啊 我们都希望领受祝福的 那么有时候呢 距离这得福呢 就差这么一个手掌这样的 一个小小的距离 这多可惜啊 那么我们能认识到 这短短的距离 到底出在哪 出在什么问题上吗 上帝的话语是 绝没有谎言的呀 而我的内心却始终刚硬顽梗 不肯悔改 那我瓢牧师经常责备大家的时候 就是提醒大家 使我们时刻醒查 我内心是不是有这样的邪恶的心 听了责备的时候 我们时刻醒查自己的内心啊 我听到了责备的声音 实实在在地承认主啊 我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 这样认识悔改的时候 就能得到应许 得到祝福啊 就比如说运动 运动项目 篮球 排球 足球 那有各种各样的球具 那什么样的人是专业选手呢 专业选手 肯定是牺牲了很多的时间 而且精心训练过的 但非专业的人呢 并没有献出那么多的时间 也没有做过相关的训练 在座的各位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自己 我们精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肯定比别人更花费更多的时间啊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做一件事情呢 需要一个时期 就比如说 韩国的银鱼呢 到7月8月是最好的银鱼 出产最好的银鱼 到11月份12月份呢 这银鱼就 不算是上等的 算是次品 银鱼的颜色就会有差距 所以价格也会有影响的 味道也不同啊 就在同一个地区 就因为这个时间段不同 产出来的银鱼 价格也不一样 味道也不一样 品质也不一样 就这个时候 非常的 时候 也很有 讲究的 传道书三章就 讲过 什么事情都有时候 但是传福音是不分时候的 要时时刻刻预备着 要传福音啊 比如说写毛笔字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写毛笔字 能学好 能写好呢 因为握笔的力量不同啊 我们看一个人的作品 这个人 这个作品是什么时候 写出来的呢 那么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说 一个人年龄大了 一个人年长 我们就说这个人年长了 已经年龄大了 是黄昏期了 而在上帝面前 我们都是平等的 不分年龄大小 上帝看中的是我的内心 我的内心的重心在哪里 我的内心的重心 是指专心爱主 爱上帝 这时候上帝使用我 使我能够靠着上帝的话语 制服一切 征服一切 能懂得 制服自己的肉体 大家也知道 像萨木尔这样的人物啊 很多时候 我们年过七十了 我都没办法 征服自己的心态 那么我们找一下 真言十六章三十二章 我怎样才能 征服自己的内心呢 我怎样才能 征服自己的肉体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六章 三十二节 在这世上 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 所以什么都做不到 而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 是全靠上帝的恩典 因为上帝造就我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 有希望 是能行的 这就是非常感恩感谢 是庞大的恩典 上帝能让我们做到这一切 我最近教导一些 三四神学的神学生 那么在主里边 是彼此的教导 是彼此的劝勉 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在主里边 是相互的教导 相互的彼此劝勉 没有老实 是谦虚的 圣经的话语教导 我们都是谦虚 是谦卑温柔的 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就傲慢 骄傲 自高自大 好像自以为了不得 但是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 就会学会谦虚谦卑啊 我们傲慢 骄傲的时候 自高自大 得来的一切呢 都是带着 痛苦和苦楚的 而上帝赐给我的幸福 是满心的喜乐和平安啊 体会过的人就能知道 真心体会过的人 不会再选择 自高自大的路啊 上帝是造就我们的 上帝使我们成长起来 那么在这过程中呢 在相同的时间里 有些人呢 爱主的心更大 有些人爱主的心少 那什么样的人 更蒙主的恩典呢 我祷告 祷告的时间多还是少啊 有些信徒呢 坐在那里精心地祷告 真心地 谦虚地祷告 而有些人呢 坐不住 祷告时间都不 非常的短暂 一个人不祷告的时候呢 得不到上帝的爱啊 而且这时候 做什么事情都不会顺利的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九节 上帝教导我们非用祷告 祷告非常的关键 祷告很重要 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罪人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的罪恶能得到赦免 有了这事实真理 我们祷告就要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了才能传福音啊 传福音了 而且还要继续祷告 我们要持续地祷告 祷告了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征服自己的肉体呢 全靠祷告的 今天遇到很大的事情 比如说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会发脾气 所以我就提前祷告 真切地认罪悔改 提前认罪悔改祷告 以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内心 这时候去了那个地方之后就发现 我没有发火也没有发脾气 反而战胜了这一切 制服了这一切 相信大家都有各自这样的体验 如果换成别的时候 别人这么讲的话 我内心很不开心的 也会抵触 甚至搞不好又会发脾气 发大火 这就又败给魔鬼了 又输给自己的罪恶了 而我们怎样才能战胜罪恶 不至于犯罪呢 唯独靠耶稣基督保起的功劳啊 真言十六章三十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不轻易发怒地胜过勇士 制服己心地强如取成 阿们 取成 大家知道 取成意味着就是 在战争上能战胜对方啊 无论是个人问题 还是家庭的问题 无论在什么事情上 我们都能够不轻易发怒的话 这才是能征服自己的肉体 战胜罪恶呀 无论一个人是做总统 还是做长官 还是做普通职员 我们要学会 制服己心呀 这时候是强如取成 谁取决于我们的成与败呀 唯独上帝 那么上帝帮助我 我才能成功的 我们怎样才能制服己心 我们没办法制服自己呀 菲利比书四章七节 上帝保守住我的心怀意念 如果没有上帝 我内心没有上帝的话 就被魔鬼撬走了 我内心要服侍上帝 由上帝来主宰我的心怀意念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 靠圣灵赶走我内心的恶魔恶鬼呀 我内心如果没有服侍圣灵的话 就被魔鬼支配了 被魔鬼胁迫住 魔鬼是害人的 魔鬼是诱惑人 而且魔鬼是死亡的前兆啊 在座的各位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显现出来 是要灭绝魔鬼的一切的作为呀 那么我们这些的总统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信奉上帝的人 而上帝知道这一切 马太分七上二十节 我们看接出来什么样的果实啊 现在任期还没有结束 只能慢慢查看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靠上帝的话语 制服自己的心 制服自己的肉体 靠祷告 求上帝帮助我 最近国家遇到很多的危机 尽管国家有很多的动荡 而这个国家里有一个义人的话 上帝就帮助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竭尽全力的在主面前 谦虚地祷告 为国家祷告 为自己的处境祷告 每一天每一天虔诚地向主祷告 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这个国家 面对红海的时候呢 就在那一瞬间 主给开的那个红海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内心首先正直 专心爱主 专心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们 那首先我们就要祷告 要不停地祷告啊 而且要靠上帝的话语 制服自己 我们怎样才能制服自己 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一个人能制服自己 这是最强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我们认罪悔改 内心服侍了圣父圣子圣灵 才能制服自己 这时候能战胜一切 就比如说 对方讲这个话 特别痛心 无论对方讲什么样的话 我也不觉得委屈 我也不觉得痛心 也不会攻击到我的内心 这才是强大的人 无论听什么样的话 无论听什么样的责备 我内心只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这就是制服自己 战胜一切呀 就比如说今天要出门 签一份合同 签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合同 那么面临一个 也很重要的事情之前呢 通过家里的妻子 会有一个提醒 突然妻子就开始跟我找茬呀 跟我要闹矛盾呀 或者说跟我要大吵一顿呀 而这正是恰恰上帝给我的提醒 让我通过这样的事情 先彻底地认罪悔改 先认罪悔改 祷告啊 上帝预先提醒我 让我悔改 为的是让我在 去签合同的那个场合 能够制服自己 战胜一切 而我们却认识不到 这是上帝的作为 我们认识不到 这是上帝的提醒 反而傲慢 骄傲 甚至辱骂自己的妻子 更加发脾气 责怪自己的妻子 这时候就又败给自己的罪恶 又败给魔鬼了 很多人说 哎呦牧师啊 但我妻子不是信主的人 我也要听她的嘛 无论对方是不是信主的 这不重要的 关键的是我内心 有没有只信耶稣基督呢 我内心有没有只专注 耶稣基督的爱呢 上帝是在查看我的内心 并不是让我去查看 别人的内心啊 我内心因为只专心的爱主 爱上帝 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 遵守上帝的话语 无论面对什么的处境 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辱骂我的 我为他祷告 辱骂我的 我去爱他 因为这是遵守上帝的教导 而且面对小小的事情 也能够谦虚的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 祷告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 上帝赐给我平安 那么我的丈夫内心不平安 我的丈夫内心特别的 烦躁的时候呢 做妻子的就为丈夫祷告 因为夫妻是一条心的 丈夫遇到困难 遇到危机的时候 妻子为他祷告的话 丈夫内心就能重获平安了 马太分十九章四到五节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要时时刻刻醒察自己 我们内心要专心地祷告啊 我们每时每刻都会跌倒的 那么有时候跌倒了 跌倒的时候如果不警醒的话 如果跌倒的时候不警醒感恩的话 这时候呢就更加的迟钝 面对更大的问题的时候呢 就真的是爬不起来了 所以在小小的事情跌倒的时候 赶紧敬心感恩站起来 靠着上帝的话语站起来 通过祷告站起来 通过认罪悔改站起来 上帝赐给我的是祝福 是平安呀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而我们就认识不到上帝的爱 总觉得哎呀 这事怎么这么倒霉 哎呀这事怎么这么讨厌 却意识不到这是在上帝提醒我 这是上帝在提醒我 让我预备 所以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我呀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 这世界都是为了我 那很多人说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为什么我遇到了这么糟糕的事情呢 这正是上帝提醒我 我需要悔改 通过认罪悔改 使我成为 制服自己的人 成为战胜一切 战胜罪恶的人 不至于犯罪 蒙主的喜悦 蒙主的使用啊 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都是平安的 都是喜乐的 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处境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工作环境 都是喜乐的 都是感恩的 都是平安的 约瑟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呢 只做了仆人 但是他竭尽全力地做好每件事情 诚实地做好每件事情 因为内心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 投靠主的恩典 结果上帝与他同行 他蒙上帝的使用 做了异国的宰相啊 不仅拯救了自己 也拯救了 自己的家人 也拯救了这个国家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面对主的恩典 感恩感谢吧 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呀 我的内心自己没办法制服的 菲利比书四章七节 唯独上帝保守住我的心怀意念 所以面临现在的问题 悔改吧 祷告啊 哎呀 有些人说 哎呀 我叫孩子特别不听话 很操心 那面对这个事情 彻底地认罪悔改 祷告吧 哎呀 我的工作现在很糟糕 面对这个事情 来到主面前 谦虚地祷告吧 无论什么样的问题 无论什么的环境 这都是上帝给我安排的美意 是为了我 是为了我在灵理上得益处 是为了我在灵理上成长 上帝给我安排 是上帝在提醒我 我需要认罪悔改 我需要祷告 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 靠着上帝的话语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虔诚地 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什么事情攻击到我了呢 我们时时刻刻请查一下 这件事情 为什么攻击到我的内心呢 分明是因为 我内心的邪恶贪婪 分明是因为 我内心不饶恕我 求主饶恕我的罪 求主怜悯我 求主帮助我 使我的内心领会上帝的话语 使我的内心领受 受上帝的话语 在座的各位 我们靠祷告 战胜一切吧 真切的志愿 大家只专心爱主 来到主面前 谦虚地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全能的父 主啊 我们自己是没办法 战胜自己的内心呀 这世上 再优秀的人 再成功的人 也没能够制服自己的心 而唯独上帝 把这么宝贵的赐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靠着 耶稣基督的宝血 学会制服自己的内心 战胜罪恶 这一切是靠 耶稣基督宝血的功劳 正是靠 耶稣基督的宝血 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 把一切的担心忧愁 交给主 使我们在一切事情上 来到主面前 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能够谦虚地认罪悔改 使我的内心 只专心爱主 只专心爱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是活着的 上帝是最爱我的 主啊 求主帮助我 使我的内心 聆听主的声音 使我们紧紧抓靠 上帝的话语 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 来到主面前 跪在主面前 认罪悔改 做祷告 真言十六章三十二节 主啊 我们相信上帝 是拯救我的儿女的 我们相信上帝 是拯救我们的家人的 我们相信上帝 是最爱我 向我们伸出救援的手 要赐福于我们 要拯救我们 脱离罪恶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上帝的爱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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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